易总最近为加薪的事情很头痛吗 什么加薪的事 你没有收到工会的通知书吗 昨天就应该闪送给你了 你说那个加薪啊 我已经签过字了 安子 这个文件呢 赶快给总统长 着急处理 好 沈理帅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我有个朋友呢 他最近想离婚 现在离婚的比结婚的还要多 他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 协议离婚 他就让我帮他问问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他们有孩子吗 没有 那就简单多了 没有孩子剩下的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 他们夫妻财产是怎么分配的 他们有婚前协议吗 是约定财产制还是法定财产制 离婚是男方提出来的 还是女方提出来的 离婚的原因 是其中一方婚内出轨吗 你把女朋友的事从头说一遍吧 她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我那个朋友呢 她有一天上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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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门的时候就想吐啊 你会不会 得什么胃病了 你想多了 我胃好着吗 女方不知道男方家里很有钱是吗 知道 知道了却没有狮子大开头 狠狠地敲她一笔离婚赔偿 依我看 要么就是这个女方太单纯 要么就是她臣妇很深 要的 不是是钱 不是 女孩看着性格挺好的 应该 不是那种金鸣算计类型的吧 易总啊 你想得太简单了 现在的女人啊 心眼越多 表面看起来越无辜 像这种闪魂闪力的案子 就应该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才最安全 万一女方听到什么消息 事后反悔 搞得你朋友惊深出户 也不是没有可能 惊深出户 不过你的朋友挺渣的 自己有女朋友 还敢在外面玩得这么大 作为律师 我是很同情这个女方的 不是 她两天晚上喝多了 就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呢 虽然不是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但是这种离婚案子也听多了 像你朋友这种 甩手走人的男人 挺没有担当的 完全排得上我心目中 人渣排行榜的前三 她也不是坏 就 这是一场误会 算了 你也不知道情况 易总 你听我一句劝 从一个男人怎么对待女人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为人 我劝你离他远一点 你这个朋友听起来就是做错了事 又没有勇气负责的人 对家里的女人不负责 对外面的女人也不负责 这种人根本就不重要 我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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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